蔡姆跟我進去他一下 他過著說哇 大人你們都跟他衝突起來 武器很強 我說這樣 大家會死得很快看 蔡先生我進來很放心 因為我在 當然我目標是要救你 沒有錯 但是我連他們兩個也要一起救出去 說不定是很難 但是我告訴你 我採信息的當下 我自己在責備我自己 你憑什麼要成這個英雄 因為我那時候整個雞皮疙瘩了錢 他們攻進去一樓 然後到二樓 因為都沒人 原來他們全部撤退到三樓 然後一攻進到三樓的時候 它是一個別墅型的 有樓層的 而且裡面的房間跟樓梯都很多 那上樓梯的時候 其實黃師傅帶著這個攻進小組 在盾牌手突破的時候 對方就開槍 帶隊的黃師傅 聽到裡面 一聲拉槍出 他說有人開槍 剛好他批九人要打出來卡蛋 然後去 他說拉槍出 拉槍出 拉槍出的聲音 他們趕快閃旁邊喊話 然後用破門槍對裡面打 他瞄到一支長槍的槍管 他就把那個 前面 丟槍然後拉出來 結果李嘉先生他們 那個長槍就打過來了 總共開了67槍 後來就堵在三樓 飛鷹拿一個盾牌 那動彈不得怎麼辦 那就是僵持 那時候就我們的立場 是不敢冒進的 因為他帶著武器 帶著火力 然後帶著人質 在房間裡面的狀況 你如果冒然進去 就是啟動互相攻擊 面對維安的步步進逼 挾持人質的黃柏廷跟李嘉宣 更是寸步不讓 警費雙方僵持不下 我就說我上去 我到二樓要到三樓 那我就站在樓梯街上 那是二樓到三樓 中路站 那他們的 在裡面的盥洗室 我這麼喊 喊了我自己都傻牙了 我第一個間叫他們抽號 黃柏廷知道我抽號偶了 李嘉宣 真的我要叫阿孩 狹小的樓梯間擠滿了特勤 林淵成當時就站在樓梯口 但警費雙方若要談判 這樣根本談不了 於是林淵成揍進了房間裡 結果一進去的時候 這個李嘉宣也嚇了一跳 黃柏廷兩個都嚇了一跳 他說我是不怕誰 兩個人一直長的一直短的 我告訴你 說不怕是不怕的 但是我告訴你 我要採信息的當下 我自己在責備我自己 你憑什麼要成這個英雄 我還變得有兩個林淵成 比較沒辦法 你不會比較有辦法 他說你憑什麼 成什麼英雄 因為我那時候整個雞皮 割到了起來 被槍口比著怎麼可能不怕 但林淵成靜下心 他用自我介紹當開場 對將自己的心情緩和下來 林淵成一邊跟李嘉宣 跟黃柏廷對談 一邊仔細查看房間裡的狀況 昏暗的燈光下 他看見了被綁的菜家傘頂 現場算是暗 結果那個浴室 浴室一個小燈 浴室外面有一個草枝 草枝上面有一個大鐵塊 大鐵塊上有一個鍊子 鍊在蔡柏的腳上 蔡柏跟我進去他一下 他跪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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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先生 我進來 因為我在 我目標是要救 沒有錯 但是我連他們兩個 也要一起救出去 一句話 我連他們兩個也要救 等同於是對李嘉宣 黃柏廷 丟出了一線生機 因為對他們來說 打從更獨員三死 兩傷的槍擊案發生後 他們就已經認定自己是個 沒有明天的亡命之徒了 得讓他們覺得 一切都還有機會 因為這是你們最大的一個夢魘 但是我跟他講 對方有槍 我們也有槍 我們不開 他們也跟我開 林元成用了說服 季俊怡的那一番話 試圖說服李嘉宣跟黃柏廷 他們聽進去 黃柏廷揹個石背包 裡面就放了 汽油彈啊 槍榴彈啊 還有一些槍 彈匣當中 早上我 欠給你的氣魄 這裡讓你拿出去做就好 那時候整個氣氛都很不錯 正當林元成還以為 談判過程開始出現轉機時 突然間 一點一點的紅色光點打在昏暗的房間裡 前面保護維安特勤 爬到人家屋頂上的至高點 用那個 那個瞄準器這樣子 照出一面一點一點的紅色 就惹入他了 哇 你是怎樣 你另外就是 引開他們的注意 讓維安特勤找機會 所以當他們跟我們割傷 他在那裡嗆聲說 他就在那裡你看看 他就指著我 他自己說 他們也是來命一條 所以你們後面的維安 那八個人 應該前面六個也死 後面只撞到 因為他打算用槍榴彈直接來 瞬間林元成感到頭皮發麻 原本以為有轉換空間的兩個人 情緒忽然高漲 那我在那個捷骨眼 所以說我趕緊用一句話 講說我進來 是你的人肉盾牌 一句人肉盾牌 讓兩個人的情緒 稍稍平緩下來 後來就是說 不然我們會把它打開 大家都看得清楚 大家都不要有什麼小動作 那時候剛好林旭鵬在底下 林旭鵬是刑事局六隊四組的組長 當時候他正因為被捲入 雲連地檢署檢察官的 貪污案遭到羈押 才剛平反獲釋 林元成一來希望 藉由林旭鵬的經驗 來安撫兩名歹徒 二來他很清楚 談判最怕沒話講 兩個人一起談 才能製造更多機會 更多空間 我說你看警察 也有被收押了 也是組長 你看他現在來到現場 他也有疑面對官司 我就將林旭鵬也進來 旭鵬你將你的信心歷程告訴他 但是叫我上去的時候 李佳鵬第一件事 你把防彈衣脫掉 你不脫 他也不會跟你談 林旭鵬脫下了防彈衣 走進了房間裡 他跟林元成兩個人 輪流跟李佳鵬 黃伯廷對談 試圖坎和他們進攻的情緒 甚至跟他談到說 裡面的那個看守所 是怎麼樣的狀況 裡面要怎麼樣分配 怎麼樣擦地板 說要進見 然後你其實在裡面 你可以讀讀書 看看小書 就是安撫他的情緒 其實李佳鵬有喝酒 三杯黃康下肚 李佳鵬的情緒更加高亢了 他看到了侯友宜 竟然還衝上前去 要跟他握手 據黃伯廷則抱著P90 靠在牆壁邊 一雙眼警戒地盯著 林元成跟林旭鵬 他說你們到底 我沒有撐到他 你們指揮官是誰 他要我上來去 我也上去啦 沒有倉盤跟我進去 因為他歹徒有點失氣理智 他一邊喝酒 一邊拿著腸這樣晃來晃去 他看過我 就跑過來跟我握手 這是跟一般 我的歹徒的想像不太一樣 哎呀 後面是大來的 有點瘋狂 卻沒想到 就在談判進入第三個小時時 房間裡的電視新聞出現了 靈靈化的死訊 李佳鵬 季俊毅都看到了 就跟我 我哥怎麼死啊 我們剛才一起弄死 怎麼死啊 兩個人有點歇斯比喻 我第一個臉都會掉了 一切都完蛋了